雞有雞味 魚有魚味 牛有牛味 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又來開餐了 大家好 我是阿肥 我是阿岸 很新鮮的開場背景 在巴士上面 你現在吃什麼 我們現在去吃素食放題 素食放題有什麼東西吃的 素食 沒有東西吃不行的 可以的 之前吃過也不錯的 你現在去銅鑼灣 這間餐廳是銅鑼灣的商場 有什麼商場 Sogo附近 事不宜遲 開始吃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一出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們一起吃包裹 一走開就是Sogo 走到這邊 一直走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是 有記住 你會幾次 是 這間餐廳 你會淋在街上 在街上 看著 無關 從素食自在餐來說,在香港來說,這裡也有很多食物 還有符色品種,通常都是薩,有少量炸的食材,蒸的食材 點心,壽司 阿斐你試一下,你一盤全部都是點心的 我有一種壽司,我真的很想吃 這是中式壽司,這是煙肉壽司 煙肉的鹹香,不算太鹹,不太鹹 三文魚是相當圓,但整體的口感是不錯的 外面還有一些卷物,還有白色的,我猜是魷魚壽司 也有我喜歡吃的褲皮壽司 也要說一下飲品,飲品的款式不算少 有檸檬水之餘,也有豆漿,還有咖啡 最重要是豆漿是夠濃的,夏天的飲品是不錯,不算太甜 好,試一下點心,我又試一下點心 我想先吃這個,前菜當然會有海帶絲,葉蘿蔔 還有豆腐,我試一下點心,點心有幾款 我已經拿了蝦架,蘿蔔粉絲,蘿蔔粉絲 我剛剛吃了這個豆腐的芝麻味,因為有些芝麻粒在上面 都蠻香,就不是那種滑溜溜的味道 好,試一下蘿蔔粉果,面對花生,沙角 它的口感跟蘿蔔粉絲差不多,有肉的味道 比較健康一點,不過它的蘿蔔跟蝦糕一樣,略為厚一點 好,試一下蘿蝦米,蘿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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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口的味道,很爽口 但最後的皮不是太厚,OK的 好,那我就吃這個蘿蕎餃 蘿蕎餃裡面有很多芋頭,所以芋頭很重 這個叫做蘿蕎餃的芋頭餃 我鹽的皮是多了一點 這個麵包算挺鬆的,是有一點黏鹽的 它的餡料,我覺得佔了麵包比算多,所以不差 另外是冰淨的味道,我覺得是甜品的 這個薑汁鍋,試一下 薑味十足 嗯 這個缺點是Chiya 不過幸好不算太甜 嗯 好,其實我要把炸的東西拿出來 好 這些炸的款式都幾個 我的素食就是在外面製作區裡 中間的位置有很多不同的熱的補充 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一口蘿蔔糕 比較粉了一點 但是呢,表面有多香 有人說炸的東西很厚,很柔柔 不會的 我剛剛吃了那個蒸蛋 蒸蛋,其實表面有少少秋葵粒 然後裡面會加了入皮蛋 在裡面的餡料 吃下去,它的蛋不至於很滑 但我覺得吃下去都不錯 因為有兩種的口感在裡面 我試一下鹽酥菇 鹽酥菇,相對是油了 而且有軟 那我就吃這個 牛丸? 對呀 那裡寫著牛丸 那是素食的牛丸 挺熱的 還有那種黑椒辣辣的味道 黑椒牛丸,素食版 先加一個毒茶餅 新鮮餅 新鮮的綠茶餅 哦 甚至乎我覺得沒那麼甜 當然,因為我們放得久一點 所以皮會軟一點 嗯 那我就吃一下粉麵 外面有炒飯,炒麵 還有這個特別一點 炒麵粉 都挺特別的 不過也很舊的,不會過限 不過產麵粉好像不是我杯茶 好,那試一下這個 是我杯茶的炸雙皮奶 皮厚了一點 嗯 真的好鹹 是 但是比較油的 吃完麻婆豆腐,看看會不會很辣 都辣 很辣啊 我喜歡 先試一下 嘩,很辣到喉嚨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 嘩 嘩,嘩 不算好吃,鹹 好像比較少 好,這間 其實要吃甜品 甜品 很美味 一間試一下 最重要是吃完甜品 都要再猜到幾次 其實已經吃了精店裡的薑汁糕 都是甜品 其實都不是很甜 另外外面也有些冷的甜品 當然也有些熱的糖水 糖水有兩款 其中一款是 綠豆沙 另一款是 木瓜雪耳糖水 我試一下綠豆沙 那我就試一下泡芙 嗯 不過泡芙裡面 不是很冷 我個人不喜歡綠豆沙太激 當然也不喜歡太水 我覺得是適中的 又不准太低 有綠豆本身的味 我覺得是OK的 這個是蜜桃糕 好像是啫喱 我們今天是四個元 就是 475元 108元再加1 五時入在起計 就為75分鐘 當然 還有下午茶 還有晚餐 晚餐價錢較貴 而下午茶 相信便宜些 而且我覺得下午茶的價錢 都頗抵實一下 是呀 我看它的價錢牌 平日是88元 綠豆好像是98元 OK 推介指數 阿肥 推介指數 4分 加上總數 8分 而我們滿分是10分 我給這個分的原因 我覺得這個價錢 在銅鑼灣區來說 質素 也有任何飲品 我覺得是OK的 透明的餐飲品 我們覺得很稠 有些款式較少 味道一般 重點是在飲品夠多 對 相對我們之前吃過 素食有餐 這個款式 相對多一點 而且坐得比較舒服 當然要解釁 最重要當然是有你喜歡吃的 壽司 雖然都是素食壽司 但如果它賣相 我拍照出來的話 你會比較難發 好 我們差不多了 今期的影片到此為止 最重要的是 食物質素可適 甚至可疑 毫無質素可熱 所以大家記得 應用自己承受風險 今期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 放題的影片 記得讚好分享 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公仔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 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和 WhatsApp Channel 所有的鈴鐺 放在下面簡介 原來我們是2、5 晚上10點準時開餐 另外我們每次都會做一次直播 記得留意我們的動態 我們下餐再見 拜拜